林口长根纪念医院营养师与长者示范如何用巧克力骨片装饰甜点 不只过程抒压,成品好看好吃也令人疗愈 为了帮助民众适当调试压力并活用抒压食材 台北市中正健康服务中心与林口长根纪念医院营养师合作 办理抒压料理课程并将课程中十道佳肴制成食谱 三道制成影片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官网YouTube频道 让民众随时运用,轻松做出抒压好料理 其实如果就我们营养师的角度来看 可能在压力的一个状况底下 其实我们有些营养素会消失的比较多 那其实我们就需要拔补足 那另外是在其实借由通润的这个过程 也许是一个单调的操作过的一个步骤 但是我们发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烹调技法 的确是可以达到身体活动 是帮助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道食谱总共里面有十道菜 那就是分别示范了一个是前菜、汤品、主食 还有我们的这个甜品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然后其实组合起来它就是一道一套餐啦 那过程当中我们尽量选择的是一个是 尽可能是挑选原型的食物 那但是呢因为烹调很方便 所以呢我们也会运用一些比较稍微轻度加工的 让大家在家里面方便去做这个酥鸭料理 因为酥鸭料理我们也不希望说为了找食材 大家又变得压力很大 所以都是方便可得 可是我们透过营养知识的搭配跟运用 让它都是变成一个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出款压力的一种 美味的一个烹调 那今天在这里因为现场所以我们跟美雪仪 我们就是拿我们自己示范的这个叫做是疗愈小痕灾 那今天主要运用的食材就是我们的奶酪跟我们的巧克力 巧克力那巧克力里面 大家不知道巧克力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抒压的一种食材 但是美雪仪上次没有提醒我 要跟大家讲清楚要选对了 因为如果说我们选了现在有很多的我们大家也知道 都会服务大概在今年我们有规定规范那个巧克力 它必须是真正的巧克力 彩天生的巧克力 如果说它是一个再次食品的时候 其实它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一个零食类的这样子的食材 它含糖量太高 如果它的可可脂含量不够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可以说它是一个巧克力的一个商品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杯里面呢 除了刚刚跟大家提醒到的有没有巧克力的多分类 那些泰氧化物质协助我们稳定我们的情绪之外 另外其实不要忘记我们的下面的奶酪 是用牛奶做的鲜奶做的 鲜奶里面还有丰富的一个钙质 它也是钙本身也是一个可以稳定我们神经质管的一个情绪的 一个很棒的一个物质喔 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主任余灿华表示 饮食是压力调试的辅助方式之一 欢迎民众跟着轻松做会好心情 营养师私房抒压好料理食谱 以及影片轻松做料理 根据台湾自杀防治学会在111年的调查结果限制 我们大概有三成30.8的民众在工作还有经济上会有压力 那其中也有29.8是在日常生活也会感到压力 那剩下的大概有16.7%是在心理健康 12.7%在身体健康会感到压力 那这样的一个压力是高于109年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长期压力 会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压力的调试是很重要的 或许大家会认为说这个饮食啊 这个料理为什么会输呀 那我们看到这个饮食是由它这个外观 还有我们这些的食材 还有这个风煮的过程当中 甚至你在品尝 在味蕾享受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是可以达到一些舒压的效果 为鼓励民众自即日起至6月15号止 制作影片内料理 并将成果照上传至中正区健康服务中心 LINE帐号的前100名民众 即可获得精美礼物一份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从尝试中心继续的过程中心 所以我们在那边的空谷 一个一层考虑 这边的真正的身上